大家好,我們是反教育商品化聯盟 那今天也是第一次來到這個五六運動 我們是一群大學生組成的聯盟 是在去年三月成立的 原因是因為當時教育部就是揚言要漲所有大學的學費 那當時他們推出了一個草案是 認為說因為公私立大學的學費不一樣 所以就要讓公立大學的學費漲成跟私立大學一樣 那從去年三月到現在 到今年四月就是我們持續的抗爭 所以在四月的時候 那一份教育部的調漲學費的草案就被立法院駁回 但是目前的狀況是 有一些私立學校的大學想要自行調漲學費 那目前是有石建、淡江還有四星這三所大學想調漲學費 那我們認為就是嚴重點在於說 一旦教育部核准這三所學校調漲學費 那未來其他學校就會紛紛跟進 就是造成就是更多的學校都調漲學費 然後還有另外是教育部他其實想要推的東西是一個很可怕的 就是他想要鬆綁高等教育 就是他不想要再管大學 他想要讓各大學自己去調整自己的學費 也就是大學可以隨便的亂漲學費 那這可能是就是我們未來更大的挑戰 那為什麼我們要反對漲學費呢 以台灣來講現在學生貸款的比例已經是逐年增加 那已經快要過半了 那念大學四年我們就會有人生第一百萬的債務 對 所以就是很多大學生他都是還沒有找到工作就先背了學貸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對青年還有家長非常大的壓迫 那大學生畢業之後大部分一定都是進到職場去工作 所以我們大學的所學呢 大部分也都是對財團對企業是有利的 因為我們都會成為勞工 所以我們主張就是教育的經費應該要 呃 幫一些環境議題的污染廠商背書 還有核四背書 我不敢說他們完全都是出於利益啦 可是我覺得他們很多人都沒有那個學術良心 都是基於那個養家猴口或者賺更多錢之類的在幫這些廠商背書 然後教育商品化的結果呢 造成那個教育部會逐漸的把它的鬆綁然後減少補助 在那學校呢 以及教授的研究方向 以他們經費來源就越來越像財團扣了 那麼以後這些幫那些二職的污染廠商 或者核能這種污染產業背書的學者專家 就越來越多 會有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 迫於生氣 違背他們的學術良知 來做這些 怎麼講的 來 來做這些他們違背學術的良知 然後呢 污染地球 污染整個台灣的事情 然後剛剛有一點我忘記講到 就是關於財團這部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就是台灣的薪水已經倒退了16年 那我們現在大學生畢業只有22K 但是不念大學工作卻更難找 所以說就是我們認為就是 教育它不應該是個人的投資 它應該是整個社會的投資 那這筆錢就是應該是要有就是 最終使用就是勞工的這些優質勞動力的 企業來支付我們的教育經費 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